作为一种舶来文化,爵士乐曾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在上海落地开花 但又在短暂的闪耀后沉寂几十年 如今,在北京、上海,爵士乐的发展已经逐步成熟 在以烟火气闻名的成都,舒缓放松的爵士乐也逐渐在街头巷尾出现 吸引了越来越多世界各地的爵士乐手,来自美国的宋宇祥就是其中一位 说起自己和成都的故事,宋宇祥坦言,重庆才是他来中国的第一站 刚来中国的前两年,宋宇祥也曾去过不少城市了解爵士乐的发展现状 但直到2015年成为四川音乐学院流行音乐学院的一名外籍教师后 宋宇祥才踏足成都,而出到成都时,不只是爵士酒吧区只可数 就连宋宇祥就职的学校内都没有爵士专业 成都是一个发展的城市,有很多机会 我去了上海、北京,他们那里已经有一个比较大的爵士乐的环境 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但是成都是比较新 然后我来四川音乐学院的时候 那个新都的流行音乐学院 他们那时候没有主意识专业,没有主意识任何课 只是有一些顺修课 除了大学授课外,宋宇祥的日常生活也满是爵士乐的痕迹 他曾加入了三个风格不同的爵士乐队 参与过多次音乐会、音乐节及酒吧现场演出等 他希望能通过演出减少民众与爵士乐的距离感 吸引更多听众认识爵士乐 2016年,四川音乐学院流行音乐学院爵士音乐专业成立 2020年,爵士音乐系成立 宋宇祥认为,爵士乐能成为一门专业,他非常高兴 他也希望通过爵士音乐教育 让更多人从认识爵士,逐渐转变为认知爵士 我自己热爱爵士乐,所以我想分享这个感觉 我觉得爵士乐很值得人格,值得欣赏,值得喜欢 但是很多人还是不太理解它,它是什么,它到底是什么 还有很多误会,你如果不懂它是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 那你不会欣赏,你不欣赏你就不会喜欢 但是如果你愿意进入,你学习它在做什么,它的意义在哪里 那你就会喜欢,他们可以做他们的选择 需不喜欢,无所谓,但是我从老师的角度来说,教育很重要 2020年,宋宇祥在成都的生活即将迈入第六个年头 在中国文化的进润下,宋宇祥也开始思考将爵士乐与中国文化融合的可行性 甚至探索出一个新的流派 他认为,要让两种文化碰撞产生火花,不仅是交融,也需要交流 这也要求要吃透两种文化 但目前的他对中国文化、传统音乐的了解还不够深入 未来他会继续学习,不断尝试 必须想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办法 聪明的方式,你又必须很了解每一个方面 然后想怎么最合适,最合理把它们连起来 才可以做一个真的好听,真的值得尊重的一个作品 不是随意就可以成功 可能以后我就可以尝试把一些中国音乐的要素和爵士乐混在一起 但是现在我觉得我对于中国音乐的了解太少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继续学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